总想把那段噩梦的回忆在自己脑海中抹去 你能抹这些去吗 我怎么地儿 我让我有时候开个门上 我说我要不给你找个小姑娘什么的 大家好 我是元宝 今天我们来讲述一起发生在黑龙江省华南县的命案 这起命案在当时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与玩戏 一名怀有九个月深运的孕妇 为了弥补自己混迁出轨的错误 竟然同意劳工要求找处女来补偿 这么一个无耻且变态的要求 从而导致一名17岁的女孩失去了生命 那么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话不多说 开路本期案件 我为劳工找平衡 在2013年的7月24日 地点是黑龙江省的华南县 这一天呢 华南县人民医院17岁的实习护士胡一炫 趁着假日给自己的好闺蜜咒唱 送去母亲演知的糖蒜 这一天下着雨啊 当天下午3点钟左右 胡一炫带着东西走出了家门 还视线联系了鬼秘 可平日里10分钟不到的路程 咒唱却等了足足20多分钟 也不见胡一炫的到来 咒唱打去电话 胡一炫接起电话说到 马上就到 可电话里传出的声音是气喘吁吁 似乎在爬楼梯 而且说完话就挂断了电话 可又过了20分钟 咒唱还是没有见到胡一炫 于是再次不打电话 可这一次胡一炫的手机却关机了 一直到了晚上也没有消息 咒唱通知了胡一炫的母亲 胡妈妈是赶紧联系女儿 可都是联系不到的 一家人外处寻找 一直到了25日的下午 也没有消息 信机如焚的家人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立即叼取沿途的监控 进行查看 果然发现了胡一炫的身影 但也同时发现了陌生人的 当时监控显示胡一炫确实在前往周唱家的路上 可在半路上 他遇到了一个女人 对他进行打扇 而且还是一名孕妇 继续查看 发现当时胡一炫颤扶着这个孕妇 来到了附近的销区 二人一起走进了一栋楼的四代园 可从这之后 胡一炫是再也没有出来 但是在胡一炫进入后的三个小时 停12分钟 那个孕妇先出来了 紧接着一个男子跟着出来 而他的肩膀上 镀了一个大号的行李箱 当时那男人扛着行李箱 走在街上 过了一会儿 二人都消失在了监控当中 警方立即锁定二人 经过调查 发现那名孕妇 叫做谭贝贝 男的呢 叫做白云蒋 二人是夫妻关系 警方立即对他们进行抓捕 在白云蒋的老家 王家村 将二人抓获 被捕后的白云蒋 很不配合警方 也不交代 而是装疯卖傻 而另一边妻子谭贝贝 却如实交代了警过 并且带着警方 来到一处玉米地 找到了胡一炫的尸体 而且该案的理由 动机吧 让当时很多人都难以置信 而且是愤恨不已的 这对马上就要做 爸爸妈妈的福气 为何要对陌生的女孩 胡一炫吓死毒手呢 这还要从二人的警力 与矛盾说起 白云蒋 是黑龙江省 华南县的本地人 谭贝贝是山东燕台人 当时白云蒋 来到燕台上班的 与谭贝贝是一个公司 二人呢 在公司里成为了情侣 可当时呢 谭贝贝的嫁人 是不同意二人的混事 因为白云蒋的嫁 是非常贫困的 但是谭贝贝却认定了白云蒋 于是呢 偷偷的拿着户口本 就与白云蒋私奔了 二人来到了白云蒋的老家 结婚了 当时呢 谭贝贝已经怀有身孕 二人也是浓情蜜意 据说吃饭都是互相喂的 不管在什么场合 二人都能亲吻拥抱 这也算得上是这个神圈监旅了 再加上此时 谭贝贝肚子里呢 也有孩子了 二人都对未来 充满了憧憬与希望的 可这样的甜蜜日子 没有过多久就出现了问题 也是让白云蒋耿耿于怀的问题 在2013年的5月份呢 为了办理准胜证 白云蒋来到了山东省燕台市 妻子的捞假 办完事情之后呢 就被曾经的同事们 邀请去聚会了 白云蒋自然也开心呢 在聚会期间呢 他是表现得很活泼的 很热情的 大家也都说啊 很羡慕他与谭贝贝的婚姻 真好啊 真幸福啊 这些话听得白云蒋是很乐会的 也喝了不少酒 可这时呢 一个曾经的同事 悄悄的对白云蒋说 云蒋 你别听这帮人忽悠你 我跟你说啊 你媳妇在跟你恋爱的期间 跟咱们以前那个同事 叫叫叫叫啥来的啊 叫点赞 好上了啊 你媳妇背着你跟他玩的 那壳画画的啊 你是不知道啊 那小视频都拍多少了 我告诉你 就你不知道 咱们都知道 白云蒋一听 蹭的一下就站起来 紧接着他问其他人 可真有此事啊 其他人见状 那这咱就不背人了呗 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讲述着 谭贝贝的事情 连谭贝贝跟那个男人的点事 的细节都说了出来 据说有视频传了出来 而且最后呢 还是那个男的甩的谭贝贝 谭妹妹呢 还找过人家好几次 人家都不搭理她了 这一些话说的白云蒋 是全身都翻着绿光 也觉得你们大伙这是耍我吗 我这等于不是个活王八了吗 可白云蒋此时 他也没敢做什么啊 也没说什么 而是直接回到了华南县的老家 回到家的白云蒋呢 就不智能了 躺在床上是一言不发 谭贝贝啊 是一个劲的问 白云蒋也是不说话 眼睛啊 是直勾勾的看着电话板 当时谭贝贝心里 其实也猜到了个七七八八 也开始事态性的询问白云蒋 最后呢 白云蒋也是忍不住了 直接就问 这些事都是不是真的呀 谭贝贝呢 也坦诚告诉他确实是真的啊 都是真的 白云蒋当时难受的不行 是要死要活的 整日躺在那 谭贝贝看到这呢 也很难过 他知道啊 这个事对于哪个男人来说 都是难以解受的 可他现在真的是爱着白云蒋的 也希望好好地过日子啊 于是呢 就一个劲儿地安慰着白云蒋 也表示自己是希望白云蒋 能够忘记这些事 其处呢 白云蒋还是慢慢地放下了 可放下了 不代表他忘记了 白云蒋时不时的还会想起来 可一想起来 他就要找茬了 就是骂几句谭贝贝 后来则是动手打谭贝贝 谭贝贝啊 都没有去责怪老公 而是接受白云蒋的一些大骂 只是希望能够让白云蒋 尽快走出来 只要能走出来 自己照着点罪 不算什么的 可白云蒋震的能走出来吗 白云蒋其实呢 当时打完怀有沈云的妻子啊 也会忏悔啊 也会道歉 可没有几天 他又开始打骂 打完是继续道歉 这让谭贝贝就有点深信疲惫 也不再去劝导了 反正你打就打 骂就骂 我也不说啥了 可白云蒋 此时却像个林黛玉一样 天天的哭啊 谭贝贝见白云蒋 如此就跟他聊天 聊天当中 谭贝贝就提了一句 要不我给你找个小姑娘 你弄一下 是不是心里就平衡了呢 根据谭贝贝的供述 这只是一个玩笑话 可没有想到白云蒋放在线上了 当正了 从这之后的白云蒋 就一直要求谭贝贝帮忙 弄个小姑娘回来 说白了 找处女回来 可谭贝贝去哪里给她找去啊 但是呢 丈夫白云蒋 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不去的话就挨揍啊 但此时白云蒋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道 你这不是搭着肚子吗 你就到大街上说需要帮忙 然后掺你回家 谭贝贝见白云蒋的样子呢 自己当时也是够了 就同意了 于是就上街寻找 第一次呢 谭贝贝找到了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呢 看到是孕妇 也帮忙颤服了 可在回家的这个过程当中 谭贝贝得知 这个女孩才十三岁 就余心不忍 找到待员门口的时候呢 她就让女孩走了 白云蒋则气愤不已 开始打骂谭贝贝 谭贝贝说道 这个才十三岁 不行 太小了 下个斋说 白云蒋则要求 那我这一次要看着你 我用电话通知你 于是呢 白云蒋就买了一个望远镜 让谭贝贝不离开 自己能够观察到的视线 接着用手机进行遥控通知 让她去打扇哪个 接着呢 第二个女孩 也被谭贝贝打扇回来了 不过这个女孩 警惕性是非常高的 只送到单元门 坚决不上楼 任凭你整个劝述也不行 所以这一次又失败了 谭贝贝心中 其实也没有什么感觉 白云蒋不行啊 他是急不可耐啊 于是没有几天 再次要求妻子去上街寻找 这一天就是2013年的7月24号 在下午三点钟左右 白云蒋拿着望远镜 进行观察 看到了咱们的胡一炫 他通过电话 告诉了谭贝贝目标 于是呢 谭贝贝上前与胡一炫 进行打扇 前面说了 胡一炫是议员的护士 见到孕妇需要帮忙 他自然要帮的 而且警惕性 已经放到了最底 于是呢 咱们单纯善良的胡一炫 就来到了谭贝贝的家中 此时的白云蒋 见到人来了 表现的是非常隐情 马上拿出酸奶 表示感谢 这个酸奶当然是假不料的 胡一炫 结果没有多想就喝了 谭贝贝则自己回到了小博士 不再理会这一遍的事情 不大一会儿呢 胡一炫就昏迷了 白云蒋开心的像个二傻子一样 赶紧跑到了小博士 告诉谭贝贝 混了混了 都不管谭贝贝的反应 他将胡一炫扛到了大博士 可没有一会儿呢 白云蒋再次跑到了小博士 对着谭贝贝说道 这女孩来立价了 咋办呢 谭贝贝没有打理白云蒋 白云蒋自己又反了回去 开始猥亵胡一炫 可这时呢 胡一炫就醒了过来 发现眼前的场景自然开始反抗 于是白云蒋赶紧用手 掐住了胡一炫的脖子 将其掐死 女孩死亡之后 白云蒋赶紧叫来这个谭贝贝 告诉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于是二人将女孩撞进了行李箱中 扛了出去 来到了20公里以外的一片玉米地 进行抛尸 期间呢 谭贝贝是全程跟着 怀着身孕 也跟着白云蒋下车之后 步行了很久 一直跟到了玉米地 炮尸之后呢 二人就赶紧收拾东西 跑到了老家 准备潜逃 可警方速度很快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将二人抓获 当然此案一处 正经社会 民众自发来到广场 为胡一炫 祈祷默哀 讽刺的是 在谭贝贝被捕的第八天 就要生产了 他被安排到了 胡一炫 盛前实习的医院 华南县人民医院 进行分娩生产 这期间 胡一炫成定的同事们 都站在病房门口 看着眼前 一镜为人母亲的杀人凶手 心中都有一种 说不出的感觉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一听 当时一位护士 在接受采访时的话语 因为这个事就是 无论是他 就是别的孩子 也都能去做 包括我 有个孕妇倒在我跟前 我也能去做 因为这个救死扶伤 是我们护士的牵执 不论在医院 还在在大街上 所以我们大家 都非常伤心 都不出来那种 心理那种感觉 如果我不是学医的话 也许我会做出 更激动的行为 但是我穿这只白骨 都没有那么做 公司这八爷 不都在这玩我一样吗 都面上都跟我俩都不错的 你知道吗 这不都背后里 都在瞅我笑话玩我吗 说到这呢 本案的基本案情 讲述完毕了 最后呢 法院判处白云江死刑 谭妹妹在孩子满月之后 也被送上了法院 被判处 无期徒刑 此案宣告终结 节目的最后呢 也借用李美景教授 对此案分析时的一段话 来结束本期的节目吧 他说到呢 在这个追求物质 所求欲望的时代呢 我们步入社会所看到的 接触到的 甚至是我们自己的 所作所为 都是开放的 暴容的 甚至是无欲横流的 可我们在小的时候 所接受的教育 都是传统的 奉闭的 当我们从奉闭传统 快速迈向 开放暴容的时候 或者说环境的时候 都是能够融入与接受的 可那不是我们 真正从小接受到的教育 所以真当我们 离开这个环境 或者说回归家庭 与原点的时候 我们又是 封闭 一些传统的 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最后呢 还是那句话 愿世间没有罪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